这个是Allen Ting 他就说这次鲍威尔说不加息75点指 他说S&P500和纳指会不会已经见底了 正如刚才有说到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就算曾经有对冲 都预算了随时要平仓的 因为那个基本面真的不是那么差 所以我不敢说是否真的打底了 但是我觉得是打底的 因为其实现在你如果纯粹看图的朋友 大家会看到从2月份开始 其实在走一个很难操作的一个pattern 这个是一个喇叭的形态 喇叭的形态很多人以为 喇叭就是整固圆 就是一个高位就高过上一个 每一个低位就低过上一个 那你就会看到2月开始就打了一个喇叭形态 喇叭形态很多人就以为一定要是 你就是反过来走 就是你见顶会下来 其实是未必的 喇叭形态都是可以做一个整固 但是我会觉得 始终有我们的量化评分去看 再加上看着一些业绩 再加上就是说现在这段时间 但是你上几天曾经穿过底的那个位置 其实你看一下那些技术指标 真的有底背池的 是 就是那些RSI那些是有底背池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最少我会觉得短期应该 容易点说就是似反弹的 是 中期我暂时就先打底 是 可能要等多两个月 真的拖得走那些淡的气氛 你才可以做到一个突破的形态 我暂时会这样看着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 究竟这一刻选择S&P还是纳指呢 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S&P都可能已经OK 因为纳指未必可以 outperform到标普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看好美国的市 直接用标指已经足够了 但是我听到两次的销售 就是你觉得这期就算上升 或者你打了一些对冲工具 都是用反弹这个词语来形容 会不会你觉得 今年的底其实都没变 我是怕气氛要肯定推那个价格下去 还有我相信大家会多看 可能一个月左右的美国的经济数据 使大家会去想 究竟上次的GDP 是不是一次性的倒退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大家现在对于美股 或者我们现在用数据 就是我经常说 那些东西是客观点去看 不要只是客观点去看 那我用客观点的数据去看 就是美国的经济数据 现在不是那么差 还有我刚才说 是因为我又看到我们的 评分不是太低 还有那个业绩不是太差 我看到这些东西 我才去做一个认识 觉得现在似是打底 多于 还有其实有一样东西 这段时间 其实你看到很多大型科网股 是有回落的 就是你当然去业绩 有很多理由去说 但是其实有一个很简单 传统上一个理念就是 其实美汇指数升得太急 嗯 美汇指数升得太急 传统上是对于美国的大型股 是不是那么好 那你自然就会拖着这条指数的 嗯 因为呢 其实你看到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一些可能比较低级的东西 开始不是那么差的 嗯 是的 甚至有些股份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大名 但是又有听我们说过 原来我们的index 就是我们的指数有选过的一些 什么GPK 那些呢 其实有上过 就是那些包装 就是那些包装品的股 就是例如你吃麦当劳 Burger King 那些 那些包装纸都关他事 是的 其实那些不算太小的股份 其实那些是有升的 但是你反过来 就是你拖着的 大家很明显就知道 是一些科网 或者叫做科技股 那其中一个就是晶片股 嗯 就是之前是拖得很厉害的 是的 那我觉得 当然晶片股 不只是因为美汇指数 嗯 但是举个例子 就是你看到很多 big name 和一些小名一些的 其实大家一个分野 这段时间是有些分歧 嗯